当天晚上8点半 嘉兴警方接到报警 有一名姓张的女子 说自己在当地一家银行门口抓了个劫匪 今年22岁的小张自称晚上7点多 她带着11岁的妹妹到镇上的新华书店买书 然后要开车回家 刚坐进车里车门还没关呢 突然有个戴着口罩的男人钻进了车里 进去之后呢 就采用这种拉头发 无嘴 包括言语的威胁这些手段呢 对这个两个被害人的实施抢劫 那么被害人的问那个嫌疑人你要什么 那么嫌疑人说我要钱 那么被害人说 那么我你把账号给我给你转账 那么嫌疑人说不行我要现金 小张的头发被歹徒拉住 虽说他年纪不大 但是相当镇定 没拒绝也不反抗 开始和对方周旋起来 然后我拉着他头发就这样 你把他整个又控制在这个车的那个中间 对对对 到银行去取 该是五万了 我这样威胁他就这样说的 被害人呢 开到一个就那个秀州德商银行门口 那个开到那边之后呢 他就停下了 假装自己开不动 坐在后排的妹妹只有11岁 他马上就领会了姐姐的意思 他告诉歹徒 姐姐刚学会开车 技术不过关 开车呢 到了之后呢 他想把里面车阵的这个灯熄掉 但是那个小女孩呢 就在旁边帮枪嘛 就说我姐姐才拿到驾驶针 他这个灯也不会关 嫌疑人说 那个叫这个姐姐拿钱出来 那么小女孩也说 我姐姐没有钱 我姐姐卡里只有两块钱 同时呢 她前程的保持比较冷静 也没有哭喊 也没有苦恼 后面那个小姑娘嘛 我还小 我又没怎么弄它 就是前面那个 我就拉着她的头发 姐姐瞅准了时机 把自己的包扔到脚边 歹徒以为包里有钱 马上弯腰去捡 就在这一瞬间 小张让妹妹赶紧下车 去搬救兵 向群众喊救命 那么群众围过来围过来之后呢 这个嫌疑人呢 还拿出一半把 这个三十公分长的剪刀 抵住这个被害人的脖子 向外面的群众喊话 说你们不要过来 如果过来的话 我就捅死他 那么这个群众呢 当时呢 也趁他不注意呢 把这个嫌疑人呢 从车里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呢 这个嫌疑人就逃跑 但是只跑了十米左右 就被当地的群众里 暗犯在地上 发高烧 当时烧糊涂了嘛 就发现一下谁知道 剪刀本身一直在 那个三人车里放着 当时我就想着 找个东西吓唬人 是这样子的 口罩 口罩连续两三天了 本身感冒了 我一直戴着口罩的 长得比较壮实 实施抢劫的时候呢 穿了一件黑色的T恤 带了蓝色的一次性口罩 包括准备好了 这个半把长的 这个30公分的 半把剪刀 说明他是 其实是有预谋的 现在蔡某 因为涉嫌抢劫罪 被刑事拘留 记者也从派出所了解到 被害人小张 脖子上的项链 被蔡某拉断 脖子前后都出现了血痕 脸上也有多处淤血 对于小张姐妹俩 机智勇敢的处事方式 民警也要给他们点个赞 这种恶性案件呢 已经很多年没有发生过了 但是呢 还是要注意 就特别是单身的女性 包括小孩 或者说是 单身的一个女性 带着一个小孩 这种情况下 上车之前呢 最好也要四处看一下 那么上了车之后呢 这个车子呢 要锁上 万一发生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最好的办法 其实是 找一辆正在行驶中的车辆 上去刮叉 或者碰撞一下 因为你在车内呼救 可能车子的密闭性比较好 你呼救等等 外面的人也不一定听得到 不过现在 有可能听到了 有些人也不一定会来那个 但是你碰了人家的车 人家肯定会想着看 都市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区域 区域